为什么我吃了一个东西之后 就后来就这里养那里养 养到全身都是啊 对他通常吃完东西的时候 会是他莫名其妙的会跑来跑去的那种养 通常就是群麻疹 通常就是群麻疹 那群麻疹他一定都是吃错东西吗 不一定哦 其实群麻疹的原因非常的多 大部分人真的是吃到食物 或是吃到药物引起的过敏 可是小朋友的时候是跟感染相关 感冒之后或是感染之后 他就开始有群麻疹的症状 小朋友会是感染之后 一个先是一个感冒 后来才跑出来群麻疹 统计上面很多小孩子是跟这个有相关 那除了感染 还有吃错东西之外 还有呢 有的是物理性的群麻疹 像有的患者他们自己都知道说 我只要遇到天气冷就会发 或是有时候我只要出汗就会发 对自己的汗过敏这样 对啊 它会其中一个成分过敏 OK 那所以这些事情是 一定会一二再再而三的跑出来吗 如果是物理性的话 几乎都会 所以通常都是患者告诉我们的 他们自己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那如果说是吃东西就未必 或吃到药物 甚至我们要天下找到说可能的原因是哪些 那如果是发作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比较好 其实群麻疹很多人发作的时候都说 我就擦药啊 或是我抓一抓 就过去就好了 但是其实群麻疹的特色就是它会反复的发作 是 它在一天之内可能会好又会再消 所以很重要反而是要按时的服药 是吃药不是擦药 是吃药不是擦药 是要把过敏反应压下来 对那么等它身上的一些组织材都代谢掉之后 它就会比较稳定了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抓到这个 让我们会群麻疹发作的事故啊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过去吃虾子都没事 但是这一次吃虾子突然有事了 对 对 那要怎么样去抓 其实这个蛮困难的说实在 如果是急性的群麻疹的话 通常我们不会叫患者去强求 说你一定要想出来你是吃什么东西过敏的 通常他也想不出来了 可是我们遇到比较大的困扰 是慢性群麻疹的患症 一再反复发作的 对 那很多人会去说我要去抽过敏源啊 其实后来很多实证医学证明说 你去抽过敏源只是知道你血液中对这个食物 会有一些过敏的现象 但是不代表那就是你诱发慢性群麻疹的原因 很多人一半的人是特异性体质 已经找不到原因的 那确实有些是会跟物理性啊 或是吃某项东西有关 我通常这样交换者 你在急性群麻疹的时候 你规律的服药 大部分病程三到五天过了就好了 那麻烦的是有些人服药不规律 他吃了不痒就不吃 隔两三天又痒再吃 这样反复反复的发作 其实定义上是反复的发作超过六周的群麻疹 我们就叫慢性群麻疹 所以与其你拖到慢性一直吃药 不如你在急性的时候 我们规律的服药 让他过了就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